这是天父写给你的 一封很长很长的家书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利米先知的侍奉生涯 可以说是南国犹大 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那时 犹大百姓们 不只崇拜意教武相 更行邪术 用活人献祭等等可怕的方式 伤透了上帝的心 南国犹大的作为 甚至比过去北国以色列的行径更奉腾 这也是为什么 上帝的管教 终究还是临到了耶路撒冷 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说 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在那里宣传这话说 你们进这些门 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你们不要倚靠虚晃的话 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 在人和灵社中间 诚然施行公平 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在这地方不留无辜人的邪 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直到永远 看哪 你们以靠虚晃无义的话 你们偷盗 杀害 奸淫 其假事 向巴黎烧香 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 又说 我们可以自由了 你们这样的举动 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你们眼中 岂可看为贼窝吗 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前往是罗去 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 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 向那地所行得如何 耶和华说 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 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呼唤你们 你们却不答应 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 你们所倚靠的殿 于我所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 照我从前像是罗所行的一样 我必将你们 从我眼前赶出 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 就是以法连的一切后裔 所以 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 因我不听于你 他们在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 你没有看见吗 孩子捡柴 父亲烧火 父女团面做饼 献给天后 又向别神交电计 惹我发怒 耶和华说 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 不是自己惹祸 以致脸上惭愧吗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 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 并田野的树木 和地里的出产上 必如火着起 不能熄灭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你们将凡记 加在平安记上 吃肉吧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凡记平安记的事 我并没有提说 也没有吩咐他们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 就可以得福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尽随从自己的计谋 和顽梗的恶心 向后不向前 自从你们列祖 出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拆遣我的仆人 众先知 到你们那里去 每日从早起来 拆遣他们 你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敬应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列祖更甚 你要将这一切的话 告诉他们 他们却不听从 呼唤他们 他们却不答应 你要对他们说 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不受教训的国民 从他们的口中 诚实灭绝了 耶路撒冷啊 要剪法抛弃 在静光的高处举哀 因为耶和华 丢掉离弃了 惹他愤怒的世代 耶和华说 犹大人行我眼中 看为恶的事 将可增之物 设立在称为 我名下的殿中 污秽这殿 他们在心嫩子谷 建筑陀斗斐特的秋坛 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耶和华说 因此日子将到 这地方不再称为 陀斗特和心嫩子谷 反倒称为杀戮谷 因为要在陀斗特 葬埋尸首 甚至无处可葬 并且这百姓的尸首 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并无人哄感 那时 我必使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街上 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都止息了 因为地必成为荒肠 神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 人人居住 神不断延迟审判 也从很早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拆百先知 来告诫百姓 只要回转就有机会 但可惜的是 神的告诫百姓不听 神的呼唤百姓也不回应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会疑惑 为什么以色列的历史 会不断回绕在经文当中呢 相信这是因为 以色列的历史 是神给我们最深切的提醒 就好像是一位父亲 与众心肠的叮咛 让我们彼此鼓励 不厌其烦地 将天父的提醒 放在心里 相信圣经 这封很长很长的家说 写着 天父爱你 邀请你与他同行 永远都不偏离 我们亲爱的告 亲爱的绝苏 求你保守我的心 一生都能跟随 圣经中的话语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曼 祝福你 在神的话语中 看见他永不改变的爱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观看